今天的挑戰是百月之一的桃山 這是我人生第一座百月 第一座百月就爬桃山 我覺得我們有點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初會答應某人的T1 桃山在台中市和平區和新竹縣尖石廂的交界 海拔3325公尺 單程距離4.5公里 高度落差大約是1400公尺 我們是週五從宜蘭的山區開車上去 晚上住在環清宮 週六凌晨5點起登 出發前要記得投地入園鎮 在抵達登山口前要走大約30分鐘 雖然桃山全程距離不長 但幾乎都是上坡 這大概是最需要心理建設的地方了 桃山步道的前段兩公里沒有太多展望 基本上都是自製型不斷爬升 對了 所以你知道我們對名叫什麼嗎 什麼對名 我一直只知道 我們有對名喔 自製型到 什麼第三小隊 還沒爬到一半我覺得我已經快消不出來 這邊兩位還保持笑容 但是另外兩位已經快差不多了 來到桃山中段 在2.5K處有黑水塘 過黑水塘之後風景會越來越好 有一種視野一點一點被打開的感覺 然後在一片很夢幻的芒草區 我在這邊第一次陣亡 在補充水分之後 雖然身體很累 但還是繼續往前走 終於抵達2.7K處的停機坪 我們在這裡第一次大休息 我們在停機坪很悠閒的喝了咖啡 順便補一下眠 睡覺的話要注意身體保暖 休息30分鐘之後就整理一下心情 繼續處罰 可能快抽進去趕快吃人排 你要吃嗎 好 你這樣往上對可能覺得很奇怪 那因為剛剛拍照的關係 喔圓滿喔 圓滿的體育也可惜 要吃美食嗎 好啊 今天目前還沒有出過四人 只有一個 蛤 那個男人 你是個狠人 帶給別人壓力 我會給他們壓力 我就知道 我是沒有壓力啦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 後段1.5公里的桃山 展望會越來越延闊 但是寄好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周圍的山脈 像是聖仁縣、品田山、持有山、大小霸等等 難怪人家說陶山是CP值很高的一座山 在登頂前的最後兩百公尺 視野和地情都超漂亮的 我們登頂大約花了六個小時 在山頂可以看到360度的展望 我們原本是要一日二受把克拉夜巷一起攻下的 但是很顯然我們已經沒辦法了 坐這兒嗎? 對 好 終於 終於 先吃飯嗎? 先吃再拍了嗎?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一起去 現在我們跟著拍一下 好吃嗎? VIP 很棒 很棒 好 很棒 很棒 我们大约一点开始返程 回到登山口就差不多五六点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后半段开始看到各个山头的时候 成就感会慢慢累积起来 也很适合拍照 我觉得芒草区拍起来超赞的 但千万要注意安全 也建议百岳新手不要选择逃山 不然可能会像我一样爬到想放弃 我不是什么爬山或是运动的高手 但是想单纯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如果你有其他建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那就先这样拜拜